今天的艺术很有事 看表演的幕前幕后 先到旅美音乐家胡乃源成立的 Taiwan Connection 看海内外音乐家 如何在舞指挥的情况下 同台诠释古典名作 丁乃珍所带领的表演工作坊 推出新戏台北男女 笑看人生 小时候学音乐的动机 四五岁开始 其实是在做一个梦 但是一开始碰到小提琴 那个梦想就完全打破了 原先听到的是人家做 但是每一个小孩子第一件事情 拉起琴来就是 但是当你一步一步地在走的时候 你一直有那个琴的 美的音色 你会想要有一天把它达到这个目的 有时候走了十步 但是又可以三步 因为这个过程不是很顺 这样一直走 走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所谓在追求艺术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这个你可以达到 旅美小提琴演奏家胡乃元 是台湾第一位获得 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首奖的音乐家 2004年他回台湾成立 台湾Connection 乐团不设指挥 以激励每位团员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看法 向柏林爱乐看齐 2018年 TC邀请海内外音乐家同台演出 挑战贝多芬等庞大复杂的曲目 我们这个乐团没有指挥 并不是一个噱头 没有指挥 其实比较麻烦 每个人对音乐的诠释方式都不一样 对音乐感动的程度也不一样 胡老师一直强调说 不管乐团的编制多大 他希望的是 每一个音乐家参与在其中的这一个 不管是能量也好 或是热情也好 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互动 因为台湾Connection 这个名称 Connec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等一下 是你 是你 我觉得也不能 就让他掉下来 他一直要求说 你有任何的想法 请你尽量的提出来 然后跟那个另外一个 帮帮帮帮会正派对的在一起 也只有在TC 大家可以很放心 很自由地讲出自己的意见 我只是从脚 你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 这是TJ的好跟不好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开放让大家讨论 那这种排便是以效率来讲 有时候是很费时间 美国的乐团多年来是一个非常职业性 就是指挥要什么 大家都跟配合这个指挥 但是我听说柏林爱乐 有时候指挥要求想要做什么的 有时候团员会提出说 Maiestro这大师 您确定这速度要这样子吗 因为到最后 舞台上要做出来的效果是我们发出声音 不是指挥 只会是双手而已空手 是我们实际上拉出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做出来的付出责任 我们并没有说 就是说坐在后面的就是要拉得像合奏的团员 那坐在前面的才叫做首席 其实每一个位置的团员都应该演奏的像声部首席 我觉得那个不再说你有没有每一秒钟都在看着前面的 而是说你有没有每一秒钟都存在这个音乐的流动当中 大家都很有参与感 因为这是我们的 不是指挥的 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的乐团 那位管音乐的音乐家来后来跟我说 这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吹这一首不用看指挥 而且是我们大家用四人乐直接这样子互相冲击 互相挑战 是因为事免乐也就是每一个人把每的音色每的旋律做到的时候 你才有辦法跟另外一個人對話 也的確就是一旦好的音樂加在一起 那個對話是馬上的 所以有些時候排練 我們會有一些討論 互相聆聽 這句它是這樣嗎 我下次再回到那邊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調整 跟大師合作 就是他們一樣的旋律 他們拉出來就會有一種魔力 然後我就會想要去應對它 所以我就會用盡方法 然後這樣子自然就會進步 因為自己的音色就會改變 劇情音樂 我們也會跟觀眾一起談談 希望我們會跟 Tchaikovsky一起談談 和做什麼 Tchaikovsky 想要的 整體的經驗是非常美麗的 來吧 好 請你可以說出我的歌曲嗎 可以? 可以嗎? 我們會跟我們相當的操作 我們可以拿出一堆個問題 我們都是很正確的 不是說 你不太好 我會把你調整一下 但我們可以讓你調整一下 有一點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感受到的 有很多人感受到 在演奏 但不是因为 我们在一段落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够到 某程度上 尤其是 尤其是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们是连接 但我们永远 不过 我们可能会 我们会继续 我们会继续 回来 这个地方 可以做 D major 2 sharp D major 是的 D major 新年乐很平等 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然后互相过通,互相传播,然后结成一个故事。 中文字幕提供 当初见台湾,并联系人与若游团和若游图人员,并联系人与若游团的宣课,并联系人与若游团的并联系人与若游团的并联系人。 大家都是一天的 heißt, 大家都是一天的和大家 大家都是一天的 大家都是一切丁度的 如果你是ходит others if you are someone that is a great musician it makes you bigger this makes you higher and I think what Mayurne with this project is developing is for you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时候的梦想好像有达到 可以做到那个美的音色 这梦想有一天居然能成真 那才是真正的成就 创立于1984年的表演工作坊 以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一炮而红 创办人赖征川近年退居幕后 由影儿幽泽岛的丁乃征带领剧团 擅长喜剧的丁乃征 偏好以引人发笑的剧本探讨人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欢迎您搭乘 奇普航空公司 Chip Airlines编号CP444 从这里飞往那里的航班 如果旅途当中您觉得无聊的话 你就是个特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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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礼貌 你女朋友不要回看大家的饮食 请先听我讲完就要吵 真的没有关系了 注意礼貌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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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着聊吗 我话还没有讲完吗 我叫你们聊就聊吗 等家我们要飞六个半钟头 哥不够你聊的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吗 我的话还没有 台北男女用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在表达人的生活 我觉得反而很符合 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奇普航空有它目前的一种荒谬 所有的人用非常便宜的价钱 买了这个机票 坐上了这个飞机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要面对的就是 你能够得到的一些服务 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安全措施 那当然我们是用非常非常搞笑的手法 在表达这个段子 我相信半斑鸡一定会有神明的保佑的 来 五六七八 龚子 有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想要把表访过去一些很好的经典的东西 再重新拿出来 那么为什么是选到乱名全讲这一出戏 然后我现在把它改名叫做台北男女 当然是因为看到当年我们在做这一出戏的时候 在反映当时2003年 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环境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整出戏 我们在用琐碎的片段式的手法 想要去探讨关于社会的很多的议题 那么其实用一个故事来讲 其实好像不够 所以就想到了有这样子的一种手法 其实你可以谈的那个范围更大更多 大家要有切记 这个很大 大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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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 西红特地 大肥子 哦 特地 下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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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没有 没有会没有记忆 对 没有会 他说没会 没会 什么没会 我告诉你 我看哪会 好 我看哪会 有会有会有会 10个人 最後花大花一片 最後年紀最沒了 太棒了 看到了 從小我都喜歡喜劇 透過喜劇有的時候 你想要傳遞的一些東西 可以讓人在效果之後 可能他得到的更多 就是你不管是悲傷的 或者是你想要批評的 可能在先得到歡樂 然後之後他就會明白 我也覺得其實好的喜劇 是真的特別的難 所以對我來講 那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挑戰 你看看 中蛙 你看著 中蛙 中蛙 我剛剛不會停的太慢吧 不會吧 不會 現在我是在 你看他的反應 就是他那個停頓 跟他的那個 中蛙 其實我合作過的一些我自己很欣賞的演員 好比說現在最常跟我合作當然是帆光尿 一些好的喜劇演員 基本上他是有節奏感的 相當強烈的節奏感 所以觀眾會很強烈地就感受到一些不是語言上面的東西 是說我做好的 做好 阿倫啊無難事 我生難有氣 因為 世話的壓迪 戲劇啊 它這個戲這個詞是很重要的 它就是一個遊戲 它是西戲 所以这个戏里面 刚好游戏的成分 新戏的成分比较多 不过这整个戏 看完以后会给你一种感觉 包含了很多现代人的一点反思 一点遐想 一点惆怅 所以我并不太认为 这个是绝对的喜剧 小林 你记清楚你是谁了吧 报告长官 我是小林 小林 谁呀 就是你 衣冠禽兽 猪面兽心 cosplay对不对 角色扮演 这个不错 要不然这样 你换个学生服 不要不要 你换护士服 这样我比较有feel 来来来 打针快 打针 碰碰碰碰 feel你都无毛了 你干嘛你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想当初你在当校长的时候 勾结那些出版商 小朋友营养午餐的钱你赚 盖体育馆全民同乐钱你都要A 你提了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小林的这种事情一直不断的 我的投射完全就是在于 山坡烂肯烂法 种檳榔树 导致水土的破坏 死了多少人 地震 随便修改结构 一阵跨了 死了多少人 这才是最大的业照 所以我心里面 我都把这些东西是投射在 小林的这上面 我们在探讨不同的议题的同时 其实也在展现各式各样的 人性 情绪 感情 我想大家最清楚的表访第一出戏出来就是相声 所以那个时候是赖老师跟李立群 李国修他们三个人 那个组合 然后做的第一次的这个相声就轰动了 轰动了整个台湾 那个时候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相声之后就做了暗恋桃花园 暗恋桃花园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演 要不要这样 怎么样 我们把舞台分一半 舞台的这一半我们拍戏 另一半 你们还怎么办怎么办 赖老师的作品里面 更多的你会看到是 跟社会的这种互相做一个连接 过去其实一直他都很关心的是一个 在大时代里面小人物的一些 心理的状态 发生的事情 他们的一些立场啊等等的 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呀 大哥 你们在聊些什么呀 你现在过去干什么 你现在过去只会干扰他们的生活 靠腰勒 你很想住院是吧 我们都会在用我们的方式探讨一下一些可能是属于传统的会或非传统的一些议题 所以像台北男女来讲 当然台北男女是探讨的是非常现代 所有的一切 十一柱形 其实他所有在讲到的都是很现代人 关心的一些议题 就差了一点 对 为什么觉得不要 不要 西装款式过时了 为什么觉得不要 不要 不要了 现在不流行打领带 这年头谁还打领带 不要了不要了 也不流行穿袜子 穿袜子就不是欧巴了嘛 对不对 我知道 不要了不要了 裤子不够紧 这年头谁还穿裤子 内裤也不够性感 这年头谁还穿内裤啊 你 念贼哦 观众在视觉上看就是一个演员 然后面对一个声音 他要怎么样去做反应 这个人在质疑我 他一直在问我这些问题 他一直不断地戳戳戳戳戳戳到我的内心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云亦云 他说什么我跟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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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了我心里面的那种恐慌 而我并不是要故意去搞笑 这么多段里面我演几个不一样的 你说角色也好吧 身份也好 人物他的这个切片都是很短的 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很薄的 这个在表演上面来 他没有前因后果 他没有对照 他没有蛛丝马迹可以让你去推敲这个人是什么 但是反过来讲 对于演员来讲 碰到这样子的表演的机会 可以做很多种不一样的尝试 因为他比较没有边界 到了晚上都会拿50块钱来孝敬我沿罗网 啊 你就赚这钱 不不不不 我不是赚这钱 我只是跟他们收点头期款啊 像你捐款还可以分歧 给大家一点方便啦 我个人的习惯上 我不是先去找 节奏或是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而是我在一个角色里面 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感跟样态 然后他就会驱动一些节奏上的需求 或者说他质地上硬或是比较柔软的 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什么感觉都可以给你 你不要逼我 我现在这样看着你 不知道我的心在哪里 我做了什么事 怎么会这样 时间一过就没了这种感觉 感觉这种东西好奇妙 你是指什么事 什么事让你没了那种感觉 没什么事 就好像开灯关灯一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不可以再说清楚一点 就是没感觉 能够在台湾你做一个戏 做到十年已经不得了了 你知道 你从来没有想到 可以再继续走二十年 走三十年 我们继续还会再走下去 表演工作坊 我们其实原创的作品 占了我们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 原创里面 你会真正看到人这一块 看到了人之后 文化这件事情 你就开始了解 台北男女 加油加油加油 他要有两个人 让人一起的一块 剑 也要能够伴 我们才能够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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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